纵观人类历史 医者济世 从一把手术刀 一套医用设备 再到一位机器人医疗助手 21世纪的医疗世界 人类对于生命延续的探索 步履猥蝎 正向生命脉络的宇宙深处 开辟一方 崭新天地 为助理国家智慧医疗建设 满足微创 精准 优质的医疗服务需求 上海交通大学 自2015年起 筹划医疗机器人平台建设 经过两年的谋偏布局 2017年12月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 作为校级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 正式挂牌成立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 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 国内领先的医疗机器人 核心技术研发平台 围绕手术机器人 康复与辅助机器人 医院自动化机器人 三大研究方向 推进产学研医用 深度融合 实现研究成果快速转化 研究院 现已建成精密积电系统 机器人视觉与影像介入 两大工程研究中心 手术机器人 康复与辅助机器人 两大应用 与临床转化研究中心 生物光子学 微纳系统 两大基础研究中心 研究院 配套建设的康复 与辅助机器人实验室 生物光子学实验室 微纳机器人实验室 生物微电子实验室 生化实验室等实验室设备齐全 为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探索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支持 研究院重视临床应用 联手国内外高水平医院 积极开展医疗机器人的临床转化和推广应用 目前已成立10家临床联合研究中心 研究成果 未来将广泛服务于患者 现微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在相关领域已具有多年研究积累和工作基础 在微制造 微传感 微机器人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微纳米机器人 及先进智能材料的开发 在手术介入 肿瘤给药 栓色治疗 3D打印器官芯片等方面 取得初步成果 康复于辅助机器人领域研发的 智能轮椅与转运机器人等成果 已经成功在社会福利院 上海世博会 开展示范应用 影像导航 与进入研究 致力于开发多模式图像导航干预平台 实现高维多模式图像数据的分割 配准 可视化和融合 逐步在骨科手术 腹部穿刺 积注神经外科手术的图像导航中发挥作用 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缅航区政府 共同出资成立了上海医疗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 并批准建设上海市医疗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 在校园周边建立了医疗机器人产业生态系统 医疗机器人产业园一期于2019年6月揭排成立 项目总面积8300平米已全部投入使用 入驻项目涉及手术 康复 医学成下 肿瘤物理治疗器械等高端医疗机器人领域 目前正在建设的医疗机器人产业园二期 园区总占的面积 约8.6万平方米 包括医疗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总部 产业加速器 领域龙头企业和投资企业等 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医疗与科技的相遇 医术与机器人的配合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正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建设道路上 我们秉承工匠精神 坚持精锐 普惠 共赢的发展理念 开拓进取 助力健康中国